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来训练脚内侧控球以及方向控球 练习一 正对墙站好 距离大约3米 用脚内侧将球传向墙 让球弹回来 然后用脚内侧再次击球 控制好力度 避免用力过猛或者发力不足 如果您觉得这个练习比较简单 那么可以用右脚传球 然后再换成左脚传球 练习二 保持离墙3米远 踮球3次 然后将球踢向墙 控制好球 不要让球落地 练习三 将球向上跑大约5米 然后用脚背控球 也就是鞋带所在的区域 然后将球踩在脚底 熟练掌握之后 在周围5米处分别放4个标志筒 一个放在前面 一个放在后面 一个放在左边 一个放在右边 向上抛球 然后用脚背控球 朝一个标志筒所在的方向运球 根据标志筒的方位 选择使用脚内侧或者外侧进行控球 在熟练之后 把球向上抛 然后在球触地时 用脚控制住球的方向 控制球达到目标标志筒处 不要将球踢得太远 否则在比赛中容易丢球 现在你已经学会这些技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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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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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